欢迎来到实际小火子的频道 哇 三月或见九万三 哇 看到这个题目很吸引我小火子 究竟如何计算出来的 有没有历史根据记录去做比较 有的 今集会和大家计算的 这些图都计算了很多集 这些Excel表大家已经计算了很多次 今集会继续用过去的记录去计算 但也是那句 过往的记录并不是等于将来的发展 不过Bitcoin很神奇 之前介绍大家看的那几个图 都十分之准确 即是这个stock to flow model 跟着的彩虹图 还有那个四年周期图 都是跟现在的情况 所以都是一个很健康的表现 但始终未必能预估到将来的 但也有不错的预测 预测的数据也不错 但记住一件事 投资这件事真的要 不只是看数据 如果看数据 每个人都发达了 还加一些感性 即市场气氛 这些就要透过多年经验 去浸淫 这个新闻是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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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整个市场气氛是如何 多不多人问 最近很多人都开户口 我都觉得 开始有少少FOMO 荒谬的情况出现 如果想看多些个人的评论 或者多些币的介绍 或者想看小伙子的投资组合 欢迎大家订阅PATREON PATREON会有小弟的多年心血的 理性和感性方面的投资策略 以及一些个人的投资组合 一再会看到小弟有什么币 还有更深入的分析 都会在里面提到 事不宜迟 今集内容分开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看Bitcoin的现货 第二部分就是评估 或者看近期的 我介绍币的走势 第三个部分就是 会用回支持的历史数据 会讲究竟 未来这个月的升幅是多少 事不宜迟 Bitcoin的价格一起身 录影时是2021年3月9日11.16分 价格方面是53500 由一个晚上一份月价起身 就升了大概3000元左右 也是一个很强劲的升幅 但短期来说真的没可能猜到 但长期来说 这个牛耳 我可能有一次 有一次 今集会来问 预告定了 究竟这个 是一个平均跌下去的调整浪 调整到这个位置 再去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再升多多少呢 即是说今天我们 由58000跌下去 44000 如果有看我的频道 也知道 44000是一个中期调整的幅度 很吻合 我觉得Bitcoin这个投资 越来越 好像相对上容易 过支持 但也不要那么 那么自负 不知道可能数据吻合 23% 58000 x 0.77 那就是 4万多左右 所以 Bitcoin的走势 好像比较容易猜到 那么继续说 小伙子 之前我都留意到 2017年的牛市 都是上上落落 当它到达了顶点之后 即是平时的中期调整之后 去到58000 跌落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再升回 再超过58000 之后再升幅是多少呢 都拿了少少数据 那么我等会和大家分享 即是这一点升到58000 之后再升到多少%为之 一个 去到下次回调是 是会升多少呢 还有时间方面是多少呢 我都会和大家分享 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有时都天天都看着 那么和大家 如果大家上班 没时间看Bitcoin 或者没时间和大家 说什么时候出入呢 欢迎都是那句Patreon 我Patreon见的 任何的最新资讯都是Patreon 现在入货 现在出货 现在怎样怎样 都是在Patreon说的 2元一天 抵到懒了 你几十万资产 如果有别人的平台 我都会参加的 我会听到很多意见 例如说 听到别人说投资 听到别人说Bitcoin 我都会参加 然后分析一下 给你多一个资讯 省了很多时间 钱的 时间就是金钱 你花多时间去工作 赚钱 更重要 尾门 尾门 是由小火指帮你搜 虚币师小火指 全港首创虚币师 今天讲第二个部分 就是讲讲这个 我介绍的币 有两只 一只就是 蒂塔币 蒂塔币就是 介绍的才是4元 一日之前 你别以为两天 多少日 两个星期 这日介绍了 4元 忘记了多久 我叫大家在这里 不知道是虎录还是什么 大家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4元 这里叫大家去入 但也是那一句 投资时刻风险 完全没有说一定会赚的 但我看到趋势不错 而且他那个 知名度 和和大公司合作的情况 越来越多 他就会升得比较强 而且他有蓝底 蓝底就是代表他是 Blue Blood 有这些YouTube 和Twit的公司的老板 想出来的一个新的Blockchain项目 这个就是介绍的其中一只 已经由4元升到5元 升到25% 还有Tfuel 都升得很厉害 Tfuel升得更多 有个网友问我 Tfuel还是Vito 两个都坏 分开两处 今天也是升得很厉害 昨日介绍才是0.15 这个位置 不要记住 1.15 这个位置 星期日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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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到50% 40%多 买一点 试一下 也很多 也会继续和大家分析更多 如果有些网友想小弟说 我懂就说 不懂 没时间研究就不说 因为整千上万种币 可能逐一分析 这节内容 就会来到最尾部分 大家也沒有想知道波卡幣還是什麼 波卡幣和卡丹奴買的小羊很多 現在上位的就是以太幣 對了,留意沒有說,我在Patreon上有說的 每晚都有說的 乾小柱買入ETH,買多少位買就要看 Patreon才會知道,都是一手報導的 沒有Patreon的朋友都看到過Title 但遲些就未必會看到Title,在裡面才寫 會即時通知的,有E-mail 所以自己想不想,再不再兩元就搞定了一個信號給你 賣的價錢是沒有實賺的,會斬X死我 但我之前就是11,600多買 現在都升了部份 也有很多新聞,很多公司都相計賣入Bitcoin和以太幣 現在不知道是否他們的閘氣很厲害,現在爆升 但是,我們看完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來到最後一部份 最後一部份就是,小火子 可不可以用歷史數據說說 今次回調完之後,由4萬多元彈上去 最高可以彈到多少? 之前是彈到多少的 現在不是回調完筆? 各位來講都回調完筆的 之前有看片的朋友 有沒有看我小火子頻道? 我又跟大家說回調完筆 腐鹿撞中 小火子 按給大家看 先按這裡 好像是回調完筆那裡有說的 大概多少錢? 3萬、4萬左右 回調完筆 那條片特別多人看 你們喜歡看這些嗎? 回調完筆那些是否立即可入貨呢? 但是,喂,在哪裏? 啊,這裏 調整完筆,這一集給個LIKE自己 中了 不知道是不是中了 我個人認為是中了 就是 那時,當時是多少錢? 是多少錢? 按一下 當時是48,000 那時是跌到45,000 再升48,000 個人認為是調整完筆 所以,一個不錯的賣入價 就是47,000 48,000 所以小弟都在那段時間 都入了貨的 我這裏有說的 你知不知道 PITRON又有說 又撞中 哈哈 是不是撞中 虛幣是不是明不虛傳 這裏呢 快點加入了 今天快點得到資訊 還是那一句 忘記哪次 什麼時候入了 入手小量 BETA 也入手小量BITCOIN 在不知哪個位 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不說太多了 你自己看PITRON 最後,小伙子 如何估計呢 我昨天看了一個圖 就是這個 在Twitter看到的 Lark Davis 就是BITCOIN的投資者 一個作家 他寫很多關於BITCOIN的資訊 現在大家看看 他說 根據這個2017年的圖 都有好幾次回調 他又聲聲聲回調 回調之後 是不是這個位置 跟之前的高位相符 然後呢 就爆升上去 就升了 122% 之後呢 又回調 然後又升到 上一次高峰之後呢 又增加回六成 所以他又有幾次 最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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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幾% 我當中呢 你有沒有留意到 幾個點 第一呢 就是回調也要一段時間 但回調之後呢 當到達上次的高峰 又有些段時間 但是 高峰之後呢 很短時間 就去了下個高峰 你看 很短 很短 那所以呢 如果這次能夠 直衝58,000之後呢 直衝下一次的高峰 也會很短時間 所以我小弟做了一個圖 這裡按給大家看 Excel 燈燈燈燈燈 這樣就做了一個 小小的資料搜集 將剛才那個男人的資訊 就寫了下來 這裏 我那次怎樣用這個 就是 回調完之後 到達上次的高峰 即是如果今天來說 就是 58,000跌下去之後 再回到58,000之後 再升多多少 有幾個 數字參考的 升多一倍 升多六成 升多五成 升多六成 升多1.5倍 這個呢 就是 所需的時間 亦都計算了少少 就是 剛才的圖 很短很短時間之內 叫做 喂 沒有圖 失蹤 不好意思 不要理了 我看不到 算 我們就立即 大家準備計算機 那我用回 找回上次的 終極高架 現在我那個 等一下 不要吵 好 嘩 最值得 嚇死我 那我用回上次的高架看看 小火之爺 上次那個最高點 多少錢 那麼我們呢 就 Refresh一下 再在這裡放一放大 因為始終 這些 不放大 高度有些 有些關係 登登登登 58 238 我們把這個數字 打到Excel 5 8 238 我再說一句 這些圖 都剩得挺辛苦 經常都要打來打去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後面的數字 我亦都會在Patreon 分享 小火子馬上怎樣做 就是很簡單 請各位拿部計算機出來 我現在都立即拿部計算機出來 手機又好什麼都好 快點馬上計 把這個 5 8 238 我們之前發覺 有四次去到高峰之後 再上升的幅度 有四種的數字 試試放下去 究竟下一次 如果這次到達了58 之後會再升多少呢 會差多久呢 我就告訴大家 5238 乘 1.5 981 哇 這個就是我封面所說的 930 70 為什麼和封面有少許分別呢 我好像封面說什麼 923 因為我轉了少許 最高峰我轉了少許 我剛剛立刻找 這個 是930 70 的數字 所以算到 大概 如果我們這次到達高峰之後 那次到達高峰之後 假設三月的中 或者三月尾到達高峰 然後58 之後 再加一個月 就會四月尾到達 93 這就是一個 普通的估算 就是用最差的升幅 去計算 保守估計也93 所以十萬不善夢 就是這樣 另外 如果用回其他數目 65 122 和153 去計算 這就是留待Patreon會員專屬 和這個時間是半個月 十日 如果今個月尾 或者月中到達58 之後 希望不是這樣 因為終極爆火花 爆煙花 才是這麼高的 希望現在是六成五成這個位置 因為剛才看回 那個圖片 每次都是黑畫面 搞錯 金 對了 每次都是 看回 它不是每次這麼高的 希望平均來說 都是五六成 那就OK 不知道 將會發生什麼事 但如果大家知道 它超了58之後 它會有這麼急速的上升趨勢 大家要好好留意 我們今集分享差不多 如果大家想繼續看下去 歡迎大家 訂閱Patreon 每天兩元雞 幫你看著市場 以及給大家一些獨特的投資建議 都是那句 最後一句 就是 投資攝國風險 小弟沒有任何投資建議 只是說出自己的個人感受 和個人的投資取向 今集那麼多 訂閱和分享 還有按鈴鈴 我有什麼影片都會馬上 才會在YouTube提醒你 下集再見 拜拜